心里的羊羹瓜要慢慢慢慢的起来 你别在这没事无事生非了 王小飞发文叫小S要吃多了 张兰呛小台独直播秒被疯 他就欠骂 有的人他真的欠骂 老太太怎么发火了 老太太没发火 老太太来传递正能量 王小飞老故张兰 直播一点开就是一阵骂 真度点来自于他儿子王小飞 他在微博转发节目贴文 点名小S 对小S在节目上聊 大S在婚内幕很怒 是吗你早就猜到了 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今天药要吃多了 心里的羊羹瓜要慢慢慢慢的起来 小飞今天好男人 小飞是天天好男人 咱们祝福他就完了 他今天的好男人 底气原始于他40年做人做事 都是杠杠的 言下之意就是王小飞今天发火 原始原始40年的好底气 属于正常能量爆炸 男人嘛是吧 好男儿志在四方 好男儿要有担当 所有的委屈咱就担着点 当着点能怎么着呢 别纠结这点小屁事儿 转完后面越讲越气 更批没必要跟这小岛的小太多志气 国家智慧制裁他 结果一讲到关键日 整个直播都被奔掉 如果被哥们欺负了 你要反击 哎呀被女人欺负了 好男不和你斗 好男不和你斗 但其实王小飞那篇文下还在斗 他在留言处列下三点诺骂 有完没完强调自己没有喝酒 我的孩子在台北我已经很妥协 你姐都没说什么你天天得色什么了 为了我的孩子别欺人太甚 微博网友帮枪 他宁愿嫁给猪八戒和咱们有无关 讨厌打开手机都是他 我选择不看 但也有人觉得分手贱人品 只反飞态度 装什么受害人那里 可是明明是你先出轨的 好没品 李王后也跟你没关系 你管人家有完没完 面对前姐夫开枪 小孩子回得很佛系 意思就是说 别人毁谤我 与其与他辩解 不如宽忍他 别人欺负我 与其提防 不如化解 S妈者表示 小S是我的小孩 小菲也是过去的女婿 都是我的孩子 我都疼 他们的事我就不管了 S老公薛亚君也为老婆发生 S字会很高 佛祖来者不须担心 事实上 帮带子再婚后 王小菲也曾在直播中 以示讽刺剧敬业 我没事就去抓那青蛙去 我这青蛙长得不太一样 结果是一蜡蛤马 你的风光我月也不少了 您除了会讽刺别人 您还会干什么 咱别无缘无故的发脾气 那叫没本事 没自信的人发脾气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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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起球痴狂 眼看哪 眼看哪 慢慢慢慢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博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博舒瑶 哈喽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哈喽大家好 啊 啊 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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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觉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 应该蛮不合的 哈喽 真的吗 对对对 看什么看 快听了吗 快了 快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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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